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是大家一种误解 这个增议能力很大 他是湖南一洋人 当年在老家说是干嘛的 修个电视 修个电脑 干这个 到90年代初的时候 有人跟他说 你跳舞跳的不错 他当时那年头流行霹雳舞 你这舞蹈很不错 湖南离深圳近 你到深圳昏日子去 到那不用再修电视机干啥 比这正的多 就这么着 曾一到了深圳 当然当时也兼职 一个电子元件厂的维修师 他怕他是没饭 最后 那时候跳舞 跳跳在深圳跳出名来 好多歌舞团要他 然后他代表歌舞团 去挑这个舞蹈演员 那个时候杨维玲花 虽然老家是内蒙的 他也在深圳打工 就这么的被这个曾毅挑上来 认为这舞蹈功底不错 再加上蒙古族女孩 说白了 从小在大草原长大的 都白领掉 基本上一张嘴就会唱 所以那个时候 曾毅领着他 又有另外一个女孩 仨人组成个组合 跑场就挣钱 这比你是当国王跳舞 挣钱那么多多了 当时的组合模式 是这个曾毅唱 那俩女孩 包括杨维玲花在那 给这个伴舞 或者是伴唱